文官查者王,学类美国总统特朗普,可能都不敢相信,在他的陶册新闻上,被自己前律师摆了一道,谈话内容被偷偷录下。 20日,还被美美给发现了,他的现任律师也承认了录音的存在,而现在,正是特朗普被美美狂轰乱炸,焦头烂额的时候,要知道,美国国内最近因为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友好会晤,几乎都炸锅了,而特朗普团队就火的速度明显赶不上一个接一个的猛烟速度。 拼错单词,对黑山,请普京来白宫,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,特朗普的陶册新闻,又来凑热闹,给了媒体又一个超时锤的机会。 据纽约时报当地时间7月20日报道,知情人士透露,在2016年总统大选前两个月,特朗普当时的律师科恩,M-I-C-H-A-E-A-L-D-C-O-H-E-N 特朗普被爆出一连串陶测新闻,其中就包括麦克道格事件,封口费的相关细节可能会决定特朗普是否违反竞选财务法律。 但特朗普曾对此表示否认,如今,这段可能成为失锤的录音,正在FBI的手中。 2006年的特朗普和麦克道尔图,自推特金年4月9日,FBI突袭科恩的办公室,缴获了一些商业记录,电子邮件和文件。 当时报道称,其中包括给色情电影女演员丹尼尔斯·Stoney Daniels的支付记录。 三个多月后,7月20日,媒体得到爆量称,交货物品中还包括一段录音,录音提及的女主角,是另一位艳星。 这段录音的时间是在2016年大选的前两个月,特朗普与科恩讨论了给麦克道格封口费的事。 根据熟悉这段录音内容的人事爆料,特朗普在录音中告诉科恩,他更愿意用支票付钱给麦克道格。 而不是现金,因为支票可以留下证据。 据此前报道,麦克道格在大选前将其与特朗普一十个月的地下情,爆料对美国八卦媒体集团Ama I can mediate,阿米,但由于阿米蒂老板和特朗普是自由。 这段恋情没有在大选前公开,麦克道格也因此收到了15万美元的封口罪。 特朗普此前一直表示自己对这15万美元毫不知情。 特朗普的现任律师朱利安尼,I-U-B-O-L-P-H-W-G-I-U-L-I-A-N-I-20日晚,对此录音作出回应,并进行反驳。 他表示,特朗普的确与科恩谈了给麦克道格封口费的事,但是录音时长不到两分钟,特朗普也并不知道自己被录音了。 他也没做错什么? 朱利安尼反驳道,这段录音并不能说明,特朗普在与科恩交谈前知道。 封口费的是,特朗普只是表示如果要付钱的话,他更想用支票,而不是现金。 据悉,这段录音是被剪辑的。 至于这段谈话如何结束,并不清楚。 据观察者网此前报道,特朗普与麦克道格的恋情,发生在2006年,而此前另一期《桃色新闻》的女主角丹尼尔斯·斯多米·丹尼尔斯,与特朗普的关系也是发生在同一年。 值得注意的是,也是在2006年,特朗普的妻子梅拉尼亚,生下了他们的小儿子巴伦·巴伦·巴尔夫比赛活动中的特朗普和丹尼尔斯图。 次MySpace如果不是阿米的大选中支持特朗普,用15万美元封口贝压下了这个消息,特朗普的婚爱情会在大选前爆出。 今年3月,麦克道格法院起诉阿米想通过法律途径,从封口协议中脱离。 虽然特朗普曾否认这15万美元的封口贝,但是在今年丹尼尔斯的桃色新闻中,特朗普就曾说漏嘴,承认给丹尼尔斯的封口贝。 此前媒体报道称,特朗普向其支付13万美元的封口贝。 4月27日,特朗普接受福克斯新闻,早间节目《福克斯和朋友的电话采访时》,节目主持人询问总统先生,科恩,M-I-C-H-A-E-L-B-C-O-H-E-N帮你做了多少事? 特朗普回答说,科恩没给我做什么,只处理了自己整体法律工作中很微小的部分,了结了一些事。 比如,那个疯子,宝,封丹尼,在此之前,特朗普一直否认,当地时间5月3日凌晨,特朗普原发三条推特,承认曾与丹尼尔斯有过保密协议。 他表示这是为了阻止他对婚外情的虚假指控和勒索。 在推特中,特朗普两次强调与进水资金没有关系,不过,他又说,像这样的协议在名人和富人之间非常普遍。 请来到这些点图卡。 请来到这些点图卡。 请您的设计划请您降低课程度。 在影响,您先当其他地方,当地让您的材料。 请尾心点赞,您的材料。 请您拣任其他地方。 您拣任其他地方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